交易日今天融资增加了3.25亿 融资水位在2082亿 融券的一个张数在今天有增加了9569张 那其实只剩这13个交易日 国际情势对台股怎么能够没有影响呢 那拜托刘总继续带我们持续观测好吗 好的 我想刚刚接下来的字卡 下一点的话就是说 因为我刚刚讲到了国际资金的流窜的一个方向 跟那个背后的原因 包括股跟债 那这个礼拜来说的话 就是因为对美股来说的话 或者对所谓美债要进一步 就是殖利率要往下再掉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犹豫 为什么最主要原因是 等待这个礼拜的礼拜四 台北时间礼拜四 台北的时间礼拜四 那也就是它的会议来讲的话要召开 那到底会议开完之后的话 联总会对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 看华是如何 比如说它的看华是变得更好 还是变得看华来讲的话 比较持平或者怎么样 那这个就变成是 现在来讲的话 华尔街市场 整个所有的金融人士 会是最关注的焦点 那再来的话 也同时会去研判说 那如果联总会对经济的展望 是怎么样的看华之后 对未来美国货币政策 利率上来说的话 有没有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决策 那当然前一次12月的会议来说的话 是预估说可能也许是在4月以后 那么6月或者是7月或者什么时候 会去宣布利率的调整 对不对 那这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这是原来大家的看法 但是呢 这个礼拜今天来说的话 想要给投资朋友做一点先的领先性 或者就是等于预期领先性的一个报告 就是目前华尔街市场 纽约的华尔街市场来说 这个市场是指说最主要全球的国际金融市场 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纽约华尔街市场 对整个联总会 就是美国的未来的一个资金利率来说的话 它的预期是逐步在往下调 那这一句话来讲的话 是近期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 对全球金融市场都一样 那这一个预期往下调来讲的话 导播可不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我们准备的一张就是图表 那这张图表来说的话 我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假设我们说2015年 这个2015年呢 这上面的数字1.375 1.125跟0.4来说的话 分别代表的是去年9月17号 以及第二个去年12月17号 就是去年年底 就等于前一次的联总会的会议 以及现在1月20号 就是等于今天来说的话 今天是23号了 那所以我说 如果假设是这样来说的话 那今天就是以现在来说的话 华尔街市场对美国联总会 资金利率的预期 那告诉我们什么 告诉我们说 原来在去年9月17号联总会 开会的时候宣布说 到2015今年的年底的时候 联总会的利率来说 可能会升到1.375 这样了解吧 OK 那结果那个是9月17 结果经过三个月到12月17号 联总会开会的时候 又宣布说 未来可能到2015年 这个利率来说 年底会到1.125 所以联总会自己本身的看华 就稍微收敛下来 有没有 那这个0.4又是什么 这个0.4是目前 华尔街市场对联总会的预估 也就是华尔街市场 对联总会的看华 这样的意思 那所以你就可以判断得到 现在来说的话 市场对美国联总会的 到今年年底的利率来说的话 只是预估到0.4 那犯就要说 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来讲的话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对于所谓整个 未来联总会资金的预期来说的话 越来越往下调 好 那这个就是刚刚我所说的字卡 那当然这个右边 这个是2016年年底的预期 从原来2.875 2.5 到现在的预期来说的话 是1.1 那这个前面两根也是一样 这个是2017年 也就是两年后了 这是今年底 这是明年底 这是后年底 那利率越看越往上 那这个情况之下 那不就是我前面 在上一几礼拜 上好两个礼拜 一直讲了说 联总会明明要调升利率 为什么美国的债券殖利率 一直往下掉 其实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一个预期 预期 这是一个预期 下来了 这个是一个预期 对不对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这个就是市场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随着时间一直在做改变 动态 对 所以我们说它就是市场 这个是保护街市场 美国的市场 对联总会的利率来说的话 一直往下调 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 也许说不定 未来联总会开会的时候 会慢慢形成说 我开会的时候来讲的话 是不是每一次开会 要每一次去调升利率呢 可能不见得 搞不好它会开两次会 才调一次 对不对 那未来来讲的话 调整的频率可能会变 对不对 可能并不见得 因为以前联总会也有过 每一次开会 每一次调升利率 那在这一次这样的一个下调 下调 预期往下调来说的话 那变成代表对联总会的利率 调整的这种频率 说不定会稍微比较什么 拉长 不会那么频率那么高 年中的中 对 那这有一种可能 第二种可能 就未来联总会搞不好 去动利率的时候 每一次来讲的话 没有像过去前一回 每一次调升利率印码 印码就是0.25 那搞不好这一次来讲的话 有调升是调半码 那也不一定 对啊 那也不一定 所以这一些都是未来 有可能的演变 那我只是想要把这一点的重点 跟各位投资朋友报告说 这个是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 现在来讲的话 现在市场的看法是怎么看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点 那也就是因为这样的状况之下 来讲的话 再加上近期来说的话 石油业者的资本支出来讲的话 已经看到缩减 就是什么 因为油价太低了 那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各位讲这一点 讲这一点是因为 我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跟各位讲说 现在来讲的话 没有看到石油业者 有任何新的动态 但是才经过一个礼拜 居然在过去一周里面来讲的话 我就看到很多新的 新的动态 现在来说的话 我要把这个话 跟上个礼拜来做更正 来做调整 说现在来讲的话 石油业者对资本支出来讲的话 已经缩减了 比如举个例来说的话 全世界来说 有一家非常大的矿产公司 就是 BHB 有没有 闭合闭拓 那他就在2015年 今年的 所谓赚油机的资本支出来讲的话 缩减4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例子 好 接着我们来看 最近的状况来讲的话 又有一点不同的声音 在今天OPEC石油输出组织的 这个组织的秘书长来讲的话 他喊话 他说油价可能在近期 触底反弹 那当然 你不要看这个表面的 这样的一句话 看这样的一句话 你会被他误导 因为我后来有去看他里面 比较详细的内容 在详细内容来说的话 他说 有关于OPEC的组织 跟非OPEC的组织来讲的话 可能坐下来谈油价的话 也许最快也得要 四五个月以后 那说以外就要说 四五个月以后 现在是一月底 加上四五月 是不是就是我在上个礼拜 跟各位讲的 就是今年年中的中 中间的中 我上礼拜所讲的 就是中间的中 所以近期的状况来讲的话 油价也可能是在低档做盘旋 但是我们的看法来讲的话 接下来我的字卡 跟各位所做的表达 在2011 下一点的字卡 在2015年上半年来说的话 因为刚刚前面所说的 恐怕要在四五个月 就是到年中 中间的中 所以今年的上半年来讲的话 它会呈现的 全世界的金融市场 叫做3D的市场 什么3D 3D来说的话 就是低油价 那因为油价低 所以全世界来讲的话 通膨的压力也低 那通膨的压力低来讲的话 就会导致 这些新兴市场的国家 想要让经济成长率好一点 所以利率就会往下降 比如说像最近的印度 就是利率往下降 那中国大陆利率也是在往下降 那所以利率会趋向于低 当它如果这三个D 一直存在的时候 那对各种金融市场的评价来说的话 就会越来越处于牛市或者多头 所以这个是今年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全球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 所以也就是这样来讲的话 我们的字卡里面的话 跟各位告诉大家说 那在过去的一个礼拜 台股居然就是因为这样突破了9338 那我想大概未来的话 再来跟各位来做解释 好 这种情势在3D的环境当中 我们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